好來我們繼續來為他搭起友誼的橋樑 這裡是下學期的內容叫做最大近摩擦力 那個重量如果越重拉的力量就要越大 這是下學期的教的 反正你就知道重量越重拉力量越大 有個木塊在那邊放砝碼 然後零個砝碼的時候要撕一公斤重 一個砝碼的時候要撕一點二 那請問你由此可知木塊有多重 由此可知木塊有多重 一樣為他搭橋就可以了 不用寫什麼公式 有公式我們也不用管公式 為他搭一下橋就知道了 我再說一次 木塊在那邊放砝碼 整個重量越重拉力量就要越大 所以你看砝碼越多就越大對不對 那請問你那木塊有多重 沒有砝碼要1 加一個砝碼1.2 加兩個砝碼1.4 所以由此可知 木塊有多重 每個砝碼1公斤重 每個砝碼1公斤重 停車站接位 太重了 來 No.30號 30號大哥 30號誰 很好 你的答案多少 AB的B 你選C 帥哥請坐 每增加一個砝碼 增加0.2 然後呢 沒有砝碼是1 一個砝碼要0.2 沒有砝碼只有木塊是1 1是0.2的幾倍 5倍 5倍 所以就表示我們的木塊等於幾個砝碼 5個砝碼 那一個砝碼1公斤重 5個砝碼就5公斤重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C 簡單吧 好 下面是加熱 這也是一樣 這是有公式可以算的 我們這學期會不會教到 熱量公式 巴拉巴拉巴拉算 不用算 看表就知道 加熱0分鐘20度 2分鐘21.5 4分鐘23.1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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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 用這個數字算 大概幾分鐘 因為這個沒有非常 每個數字沒有非常準 大概幾分鐘 可以到50度 可以到50度 停車站借問 也是一樣 為她搭一個友誼的橋樑就解決了 為她搭一個友誼的橋樑就解決了 OK 來 思考一下 找一位美女 貴班有15號嗎 沒有 沒有15號 換另外一位美女 9號 9號 9號大小姐 Joe Please Stand Up 來 你的答案多少咧 多少 C 你選C 請說 你選的答案叫做C 好 每增加2分鐘 增加1.5度 那你現在要變成50度 那需要增加多少度啦 30度 30是1.5的幾倍 20倍嘛 20倍嘛 20倍 所以不是2分鐘的幾倍 20倍 2分鐘的20倍 所以答案是10分鐘 所以答案是10分鐘 簡單嗎 不用在公司 搭橋就好了 OK 下一題 下一題是有關於過量 太超過 他說把2個酸甲 交到水裡面 喇喇喇 會融掉 可是2個酸甲 如果太多 就融不掉 那我們 我們馬上就會交到了 我們馬上就要交融 我們就會交到這件事了 所以他就跟你講啊 我加1克就全融啊 沒有剩 加2克也全融啊 沒有剩 那加3克那剩0.3 剩0.3 那請問你 那我加4克會剩多少 那x會多少 就是過量 我講過了 有個過量的題目 OK 好 1公克全融 不剩 2公克全融 不剩 3公克 剩0.3 那請問你 4公克會剩多少 這是過量的題目 來 過量的題目 我們 找 一位叫做 你們班有3分嗎 38嗎 沒有 26 26 來 大哥 多少呢 你說多少 你們都選C 怎麼那麼愛C 答案 蛤 你要選C喔 C 來啊 你看嘛 3會4的0.3 是什麼意思啊 只融多少 2.7啊 2.7啊 我只能夠融2.7啊 我那個10毫升的水 只能融2.7嘛 所以 你會剩0.3嘛 那你把它加到4公克 它融多少 還是融2.7啊 你水一樣多啊 所以還是只融2.7嘛 那4如果融2.7剩多少 4如果融2.7剩多少 4如果融2.7剩多少 就剩1.3嘛 所以1.3啊 所以是1.3嘛 這樣子 OK嗎 這樣可以嗎 所以就很簡單嘛 我們表格的處理就是為他搭起友誼的橋樑 不需要什麼公司就可以解決了 因為我們國中生基本上幾乎都會成正比 所以我們有這個垃圾鋪 偷吃鋪可以用 讓你了解一下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